平均油耗和平均速度有关 离开速度谈油耗就是耍流吗 大众揽巡2.0T高功率的油耗怎么样 我在提车的时候加了300块钱95号的汽油 一共跑了238公里 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 平均油耗是百公里10.5个油 APP显示还能续航50公里 已经跑的238公里 其中有100公里是高速 其他都是市区开的 其中很多都是严重拥堵 第二次加油是从加油站到家 距离很短只有9公里 而且非常用度 开了34分钟 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平均油耗百公里11.6个油 我开的是辆新车 还在摩合期 油耗可能会高一些 是17大众的缆巡2.0T380高功率版 四驱的 这个油耗我觉得可以接受 当时在前车玻璃上贴着 黄纸四驱工矿10.4升 下边那个最大限值是11.79升 它的市区工矿是7.36升 左下角的那个领跑值是7.98升 我感觉这辆车最低 估计也得8个油起步 最高我感觉应该不会到12个 下面对比一下 我之前开的那辆 2011款的雪铁龙世家 1.6升4AT自然吸气 下面是我之前录制的视频 给各位参考 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是和速度相关的 我一共开了1427公里 平均百公里油耗9.2个 平均速度是41 这是1.6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自动的4AT的变速箱 看到这个油还是不错的 这个1427公里数前600公里 它的百公里油耗是10.8 10.9 甚至到了11个 那为什么差了这么多呢 因为我这两天刚跑了一个长途 大概跑了800多公里 跑完长途高速之后 这个速度到了41公里 之前好像也就是30 速度快了一些 这个平均油耗就下来了 如果这个车一直在市区里开 差不多得有11个油 这是最近1万公里的 平均速度是36 油耗是9.2 因为我最近这两月一直在用S挡开 就是运动模式 所以说油耗从平常的10个油 变到了11个油 应该到不了12个油 我看到网上评论说 同样的一台发动机 每个人开出不同的油耗 这是和后面的平均速度是有关系的 偏开平均速度 谈平均油耗就是耍油耗 另外还有跟前面那个公里数是有关系的 就是在一定的公里数之内 平均多少速跑出多少的油耗 这是有关系的 我会用到塑浠就算了 不一定的画感 但你算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变出了 水耗 这边我们可以做到 感谢观看